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业内不看好无名 靠王一搏带不动高票房 增加排片量是关键 春节档影片目前竞争激烈 今年的春节档 扎堆上映的大片中 厮杀激烈 业内媒体也随即给出了票房预测 没想到预估中,势头迅猛的 无名,票房堪忧 其实作为伯纳胜利三部曲的 无名,题材并不适合春节档这个氛围 更应该是今年的国庆档上映才符合主旋律 这次加载春节档,必然会被冲击 这部影片的基调是黑色幽默类的叠战片 主旋律题材,作用实力派加流量在手 很多人都翘首期待 但是在春节档中 这部作品的排片也许并不乐观 主要跟节日的氛围有着很强的关系 春节档行业媒体给出了上映作品的票房估测 其中,《流浪地球2》有着先天优势 第一部的大获成功跟口碑 都为第二部赢得了观影的基础 再加上吴京、刘德华等人的加入 口碑人气都兼备 剧情如果不拉夸 自然票房成绩绝佳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的排片有着很好的优势 各大影院都积极加仓 自然有着不错的票房成绩 就目前而言 很多人说吴明的预测的确不尽人意 毕竟是行业媒体的一个估测 不能代表什么 还是需要看实际的票房号照里 吴明、阵容强大 有着博奈影业作为制片 影帝梁朝伟 影后周迅 顶流亡一博 都是非常抢手跟实力的保障 为何票房预测才不足六亿 是因为题材不合适春节当吗 应该不会 去年的《长津湖之水门桥》 票房成绩证明了 主旋律题材一样可以杀出重围的 这次的吴明 导演是承尔 很多人对他的认识 无疑就是 罗曼蒂克肖王史 悬疑题材中 兼具艺术片的一位导演 很多人担心看不懂会影响观影 进而影响到票房 作为电影新人的王一博 无疑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票房号召力的存在 可惜业内人士并不看好 虽然是首灯大荧幕 自然备受大众关注 但是高人气高流量 不一定能够带动高的票房 再加上王一博的实力 我们无从知晓 但是纵观目前而言 卖力宣传的还是王一博的粉丝 各种的宣传方式层出不穷 热搜跟话题都在卖力宣传这部影片 这对于王一博而言是很重要的 作为电影新人 第一部上映的作品 制作团队跟幕后资本都是不错的 整个配置都是豪华 如果王一博的表现不俗 有一个开门红的票房成绩 无疑对他的演艺道路是最大的助力 越是不被看好 越需要卖力宣传 让更多人看到这部影片上映 去支持 才会有一个不错的牌片 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票房成绩 其实业内媒体的预测 不过是一个大数据的呈现 再加上大环境的影响 穿捷当上映的影片 高质量高口碑是必然的 但是能够有个好的成绩 还需要有个不错的牌片量 估计目前而言 无名的牌片量不佳 才会让人预测票房不高的原因所在 最后呢 还是预祝王一博的无名 增加牌片 留下好口碑 有个好票房 大年初一看无名吧 我这次看到一期看到 那还可以放 shove 小小费 然后我看到 我三个月 还不让你 想不到